《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圆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除而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其实现在我们说的这个时代的生物 已经是不会有整传的人格 你只能够叫这一代的年轻人 包括外邦的基督徒 只能够是讲他们的生物 你不可以说是整传的人 为什么呢?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镜中我一个心理上 因为由知识慢慢组合到近年50年 你现在有一个心理的概念叫做镜中我 所谓镜中我就是每一个人 怎样建立自己呢? 其实可能你不知道 你怎样建立自己呢? 你怎样去相信自己是什么人? 你其实是一个什么人呢? 你是一个什么人 全部是由反映你的人去制造你的 换句话说 难以咨询地就是 其实今天的你是来自什么呢? 是来自身边的人反映你的你 他们反映你之后 你于是乎由他们的评价当中 知道你自己是一个什么人 然后你相信自己是什么人 你就活着是一个这样的人 明白吗? 所以这叫心理学 大家都知道 你在一个好环境 每个人鼓励你的时候 你自我价值高 那你会成为一个好人 如果你在那些卑微的地方 每个人骂你 每个人说你没用 你相信了别人的评价 你就活着我的榜样 你就会变成一个废人 这个叫镜中我 这个叫心理效应 这个心理效应 其实未有网络时代的时候 是一个很正常的概念 而这个极其导致我们被文化影响 因为你的镜中我就是你身边的家人 你是中国人就是中国家庭 你是西人就是西人家庭 由你小学、中学、大学 其实是一个很原备 无论对你的外表 对你的健康 对你的学业 对你的言谈举止 一个很完整的人格的镜中我 OK 镜中我在以前来说 是一个健康的镜中我 但是现在来说 在网络时代 你的镜中我已经是扭曲 是片面的 在网络时 你会看到很光鲜 为何你很奇怪 为何各个的化妆是一样的 类人 是不是 那些男的 枝粉未过 你会觉得她是变态 她们不觉得自己是变态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她的镜中我是片面 怎样是片面呢 你托一张照片 弄了尾图 然后别人会说 你这么漂亮啊 美女 OK 有几十个人这样说 不理你是偷淺的 或者是一个 明明是一个 主婦 其实你已经是 本头白发的 但是现在 这么多人反映 你就是美女 不理你的人格 多差 本头白发 香音 你便觉得你是美女 所以你会看到她是否扭曲 那么关于其他那些东西呢 所以你现在看的那些明星 就是这种扭曲片面的她们 因为她有了网民 所以有些人 或者譬如我一个人 在网上留言 留得多有心度 那些人说 哇 你是才子 那样 明明她只是抄 她只是抄别人的 放上去 人家说我是才子 她明明不知道我是才子 所以她自认我是才子 于是乎出现了一个什么现象 就是镜中我在这个时代当中 变成一个残缺的我 她们完全错失了一个健康的人生 这些人你取回去 死定了 你知道吗 一定死的 这一代 但是如果神这样强调 她的形象 这一代神会放弃 或者你会奇怪 为何神会审悟整代 你会否觉得 神要这一代的人 死了九成 你觉得很怪 因为这一代没有人类 自从有网络之后 是没有人类 如果有人性 正先叫人类 这一代已经没有了 我们长大的科技时代 未去到现在的网络时代 那些人十多岁看着电话 二十多岁看着电话 四十多岁看着电话 但问题是 他们的社交慢慢独立了之后 他们的镜中我 是一块很小的镜子 他们不是一个原备的人 即他不会觉得结婚 他需要预备 好像我们上一代的 那些婚姻觉得预备 明白吗 所以为什么 你看到我们教他们 我们有用电话 但不会像他们那样疯狂 因为有石鞍 我们反映出去 用真理台上 反映一个原备的人 但在外面没有 现在你就找这二十多岁 已经不是人类 你知不知道 他们已经没有一个 整传的人性 因为他们已经由 这二十多岁 由他们几岁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 跟他们身边的群体 要在网上谈 所以他们是很片面的 尤其是网红的人才会害怕 究竟是什么人 他的镜中我 是一个很扭曲 很片面的人 但镜中我出现另一个 叫做自我王国 自我王国 其实和镜中我 不会并存 为什么 镜中我 会使出完整的反应 因为你又口臭 你爸爸妈妈会告诉你 你口臭 但你口臭 网上的人 能否反映到你 对不对 《创世纪》第二章 第十六节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圆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除吃 指示分别是恶树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月 承煞天的互宪 承煨天 放我心灵 求你清平 白魔虿 在世间 牵力尋求神路径 沉着你老道 心与灵响应 神啊 我看我沉着你 心虽然你在头到领 我心愿能信服你坏 识意诸敬 神啊 我看我沉着你 心中之谷 你默然听听 头可到领你面前 识心愿奉我身心服认 神啊 你默然听听